湿地因为地形环境的关系 是一种因为海湾被沙洲所封闭而演变成的湖泊 所以一般都在海边 资本湿地就是最好的例子 有建议海岸法的通过 我认为在台东市的部分 也应该界定几个保护区 譬如说太平西的出海口 或者是资本这个湿地的保护 我觉得都是我们台东市可以做的部分 据我们所了解目前台东县议会 即将成立的海岸法的专案小组 目前30位议员里面 已经有25位参与联署 即将在下礼拜二提出动议 那家委在这边乐观其成 由于泥沙成绩 加上台风过境 强大的海潮推动而形成 使得出海口变成了沙洲 将海湾与海滩分隔 因此而成为湖泊 以生态保护为主轴 资本湿地的富裕为前提 台东其实还有很多海岸地区 需要进一步的提高保护强度 那在这里我也特别呼吁 在台东市我们应该将 目前的这两个地区 变为一级的保护区 也让我们的生态 得以永续的保护 身为一个年轻人 家委在这边 也要顾忌所有年轻人 未来 海岸法是推动台东 整个海岸线 整个丰富生态 海洋生态的一个永续经营 最重要的法案 家委在这边 要拜托所有的好朋友 共同来参与这个法案 未来在保护区 跟防护区的整个制定上 欢迎大家共同来参与意见 蟹湖可以宣泄区域排水 同时具有防洪的功能 另一方面能够保护海岸 由于外有沙洲的阻挡 可以防止台风暴潮 侵蚀冲刷海岸 另外蟹湖也是天然的养殖场 让鱼虾被累和螃蟹 孕育成长的最佳环境 由于外侧有沙洲 作为防波堤 让既有的生态 得以延续保持 东台新闻张家伟 台东市报道